我心目中的一瓶酒它就是一個調味料 一個威士忌這麼重的東西怎麼跟日本料理搭配 我怎麼跟甜點搭配 是不是可以穿到一款調酒容易拉餐的 搞不好有意想不到的東西發生 餐前通常是需要一個柔軟的味覺 一般人都覺得威士忌太過強烈 所以我們試圖把它變得柔軟 把香氣打開 我們把它設定變成餐前酒 讓大家可以容易接受它 才會喜歡上喝威士忌 我們日本料理要以四季為主 Modi做的這支酒 我這邊提供它的香料還有顏色上的裝飾 我們給大家建議是說 這杯酒會是比較輕鬆 比較能搭配西式的甜點 我們希望這是一杯很柔軟很soft的調酒 就像一位營遊四人雲遊四海四處旅遊 而且帶來歡樂的感覺 這支酒有趣的點是它過了IPA皮球桶之後 真的有一點點啤酒花的那種香料味 再增加一點點的草本的植物 讓它結合更多的香料細心 再把口感往柔軟的方向 因為我們製造了一點慕斯 用麥芽製造了一點慕斯 那喝起來就會變得更輕盈柔軟 在一般的威士忌 它是沒辦法被發現 所以我們覺得這支酒 是充滿樂趣的一支威士忌 輕鬆喝 開心地吃東西 享受生活 就這麼簡單